装真人都快变成小门妹了 还给木偶寄安全带 爱鸡们谁懂啊 感觉真人进了跑门之后 整个人都可爱疯了 随便一个画面都软呼呼的 好像一枚门妹 会用狠尖狠尖的声音跟木偶聊天 和自己的小木偶一块做真实 还会贴心的给他寄安全带 穿着粉粉嫩嫩的衣服 给小木偶寄安全带 更入安全感满满 爱鸡们谁懂真人这一顿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人机感超强的 算了吧 我就是不许的心 我都不许的 在游戏最后的抓球抽击好坏身份时 因为他前妻一直很相信 同公司二公主张亦凡的身份是好的 结果后来发现 一直错信了张亦凡 他的身份早早就从白的被感染成黑的了 于是张真人这孩子 抽了张亦凡的球之后就被感染了 身份也是直接摆些黑 隔壁同样是黑身份的白露 而心感来到喝 此时真人一个小动作 瞬间让我感觉 我的孩子就是小门妹 尤其是最后麻烦 即使他身份已经变成黑的了 还在垂死挣扎着 方前场唯一个好人银 声音软闷闷的 简直可爱些了 就是说今天 粉嫩嫩的真言也太可爱了吧 直接去是一整个软乎乎的